这就是场上的一种节奏的 嗯 还是这样 其实刚才我们听到这个中华台北暂停的时候 这个间歇的时候的教练也是提醒学员艺 要注意一下耐心的有一些多拍 但是上去之后这个队员的心态还是不太一样 他因为他只有打他自己他是最有底的 他现在不像说老运动员他经历的很多了 他这种他很多的战术 他都能够比较心平气和的去完成 那年轻运动员他本身他的心路就比较单调 他的思想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他必须要先去做他自己 他把他自己打出来了 他再去总结那才是他自己的东西 如果他自己的东西都没有打出来 那他更不知道该如何去总结了 就这样 盖德吧现在也是知道你 你这一拍我就给你让你多杀一些 你也不可能拍拍杀死我 但是对你的消耗就很大 所以他显得盖德这方面就比较沉稳 而有分数又领先 有几个时候控制一下节奏 让你攻击拍 刚才那一分第十二分 其实薛轩逸得得挺费劲 多次双脚起跳扣杀 所以说有的时候比赛中 其实年轻运动员出些错 也不是什么坏事 你总结了你就知道对吧 那我在上一次的比赛中 我就能够清楚 我在这个环节上的处理 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你不出现问题 其实你有时候反而也总结不出什么问题 有时候我觉得男单 有时候看这个青年队的比赛 看着更过瘾 更荡气回肖 双方没别的战术 全是表演杀上网 就上了就搓 然后就杀上网 上网再放再杀上网 就是能力的表现 都比这个 有时候看着老队员打比赛 倒觉得这球拉来掉去 拉来掉去 半天也不杀一拍 因为老队员你很多时候 你要看得进去 就是我来看他的战术 我看他场上的变化 但是你看年轻运动员 你就是看他的拼紧 你看他的能力的这种表现 能力的展现 对 有时候看青年队的男单比赛 看着更过瘾 这场比赛就是这样 双方形成明显不同风格的较量 一个老队员和一个年轻队员的较量 当然萱萱也不是说很年轻 不过和盖德比呢 他是属于一个小队员 半场球 萱萱萱也是抱着一个冲击的这个心态 当然 对 而且的确他这个进攻的威胁 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只是就是他如果说这种轻易的丢分 或者减少一点 其实他也不是没有赢的可能 就是因为他有一些这种细小的环节上 可能不如盖德的经验这么好 或者不如盖德做的这么这么注意的这么好 所以看起来就是打的就是打的很卖力 可是得起分来不是这么的就是容易 就是他得分呢 都是这些实打实的 真是卖了力气才得来的 盖德这边的得分呢 就有些很 前面说的很讨巧 对 盖德 抓你一个回球 抓你一个线路 我很轻松的就得分了 对 我并没有利用说 并没有非得卖力的去杀 然后卖力的去跑去追 在头点掉直线 球应该是出界 这个球可能是主裁跟盖德说 这个打完一分之后 尽快的投入比赛 可能是他可能在场边 那个转来转去的时间太长 当然是为了自己获得一个